最强角色太香了吧 这角色刚推出的时候 就是伊莱格出场的时候 他是有出现在那个剧情里面吗 我都很在意他 毕竟他的佼佼哇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抵受得住他这个诱惑 太赞了吧 特罗利还有这个咪咪 有没有看到这边 柴犬那个咪咪 然后下面还有一只会张嘴的猫咪 又有一个梗 哇梗图大师 这一只的特色都是脚脚 还有各种秘密图 好小一只哦 好赞哦 不过这个设计画面 他右脚好像有点怪怪的 可能角度问题了 不错 我比较喜欢的类型 不穿鞋子的都赞 怎么感觉Q版比较成熟一点 然后看一下技能 火属性 狙击枪哦 爆山 技能方面就 然后比较简单就是 类似多罗那个范围攻击 他也是玩一个全速力的攻击啊 所以你的磁条还是要那些什么加速啊 对一些加速会比较好 那他赶快去全速力攻击 他的核心技能就是一技能了 一技能要先连满 全速力命中的时候 如果敌人没有这个 啊总之就是一个标记啦 就会给敌人一个标记啊 不过这个就比较小时间 只有5秒钟 他的效果就是 类似多罗那种 对一个目标 一直打一直打 然后最后就会引爆一个伤害 你可以看到他 很可怕 打1000多% 但是呢 他有一个缺点就是 他累积伤害就比较慢 他一定要开大招 才可以更容易触发 这个一技能最高的伤害 所以你没有大招的时候 你是很难打出 这个什么1000多%的伤害 不可能的 你可以去念西藏 用他的免费试用角试试看 你会发现你打不了100%的 因为他只有5秒钟时间 让你打太小了 不过由于这个 只要你全速力攻击 就可以触发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 这只技能打BOSS很有用啊 平常推主线 我觉得用处不大 因为你可能打那只小怪 你都没有触满 已经打 把他给打死了 这样子伤害不会高的 推主线我觉得一般的 除非你打一只小怪 都打的超级久了 但是你打这么久的话 我猜你应该不会打的赢了 所以还是拿来打BOSS吧 然后二技能 全速力攻击的时候 分探这个伤害 都会提升51% 没问题啊 全速力5次 他没有这个 全速力提升速度 但是他给10秒钟 也勉强可以加一点伤害了 这只注定也是要高练度的 没T10 然后没有速力10条的都比较慢 然后还有一个全速力攻击 命中5次 破对方10%的防御 大招提升至100%攻击力 10秒钟 然后累积爆炸技能 可以让那个目标更容易处满 平常可能 可能你没有开大招的时候 你顶多可能只能处50% 但是你开了大招 就可能处到70% 80%这样子 让他可以更快 处到嘛 然后爆这个1000多%的伤害 但这个只有10秒钟 而且40秒CD 看技能组 看似很猛 但是实际上有没有这么猛呢 等我抽起来 再说 开抽咯 啊 之前保底造型了 假设没道理让我保底的 而且我这次有90张免费券 肯定能抽得到 各位 跟着我 跟着我的步伐一起抽 一定会抽得到的 嗯 对不对 对不对 哎呀 这么简单 马上按赞 跟我一起抽 一定能抽得中 信不信 驾驭我这个邪教 马上保底 抽出来了 M 就是他 哎 简单 那我稍微念了一下 目前三件替死 然后 没有刷到什么 速力速度提升 只有一个速力伤害 我们就拿来看看 他能不能 取代这个暗影大人了 毕竟爱丽是目前最好的队友 爆山队友 应该就是 暗影大人 然后我们把它换掉 换这只特罗莉 好 这样做吧 K by JK 看看他们能打多少伤害 那 肯定特罗莉是 不可能比美我这个 爱丽丝的 我爱丽丝全10技能 30GP 而且 加2 不是三星 是三星 然后再加2 他如果有我一半 我就觉得已经很猛了 那你可以看到 打Boss的话 他很容易充满了 你看 很快就引爆 他有一个提示啊 有一个帕数在旁边 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哦 这只小怪什么时候 可以引爆 但如果你没有大招的时候 你就数得比较满 你可以看到 所以 他有大招的情况下 才会比较猛 而且不能打小怪 毕竟 他会直接把小怪 很快就打死 那就 没办法引爆 那个伤害 而且 他那个范围啊 不是很大 没有多罗那种全范围的 总之 他的范围没有很大了 所以是没办法做到多罗那种 超级恐怖的全范围的伤害 而且打小怪也不是特别出色 还是拿来打这个 供汇杖或者是弹兔凸吧 嗯 不错啦 已经 有他的一半 7600万 再来是拿来打Boss 看看 老实说 真的拿来打Boss 会比较好一点 毕竟可能之前 米西我才约坑的 或者是 最近皇冠的时候才约坑 你可能没有抽到爱妮大人嘛 那你就可以拿这只特罗莉去配爱妮丝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的爱妮丝也没有练了 但是 往后期发展的话 朝圣人比较难抽嘛 你没有爱妮大人就可以拿特罗莉了 特罗莉他的输出还蛮高的 打Boss可以用他 而且你打那个 企业塔的时候 你没有角色可以用 可以把这只也放上去 感觉这只伤害 会比这个 羽公天那只 强啊 输出应该会比他高 毕竟羽公天那只是偏辅助型 而且 地配版这个 仪炮流 再加拿了这只 啊伤害 稍微有一点范围攻击的角色 我觉得应该会比 羽公天那只好一点 最后看一下伤害 可以看到这次有 爱妮丝的六层了 中等练度已经有我这只爱妮丝 差不多高练度的爱妮丝 有六到七层的伤害 我觉得是不错的打Boss的话 就是这样 没有暗影大人就用这只代替吧 嗯 可以试试这样子住 玩这个分炭伤害的 一来个大招提升分炭伤害 然后暗影大人自己也有一些分炭伤害 三只都有分炭伤害的技能 看看效果如何 平常公会战不会这样住了 不会把这么多人才 多了 暗影大人 我 不会这样住 但如果是一般 纯粹测试这个伤害的话 可以这样住 还有可以发现 他就算没有处满100% 他只要5秒钟过后 就会引爆了 所以也不用担心说 哎 我5秒钟没办法处到最满 没关系 只是没办法打到最高伤害而已 而且很刺激个树立磁条 周春卡的大招我也没办法 5秒钟可以打满100% 所以一定要这个树立磁条 目前我给他的评价 T2吧 在没有树立磁条 没有高等练度的情况下 我只能给他T2程度 可能要练到很顶啊 才能上T1 我目前练度就这样 技能848 给了很多好不好 我现在真的觉得这次角色尤合了 反正我现抽再说 抽是肯定的 没给到很多资源 我觉得他真的一半 满了的话还可以 就看一下公告吧 这一次更新比较小 只有一个活动 工会战17号 然后没了 没有新造型 只是改了一些错误的问题 就是这样子 那还可以啦 毕竟都5月了 快要出泳装了 希望泳装有我们的辣皮皮 或者是今天没有其他的 我比较想要辣皮而已 太可怜了 这游戏封面是他 结果他妈 一只SSR 满满都没有 有够可怜 好吧 那么今天玩到这边 我们下次有缘 再见 我是丁 拜拜